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召開第35屆年會 美國駐聯合國日內瓦人權理事會代表 向47個成員國發出直接信息 堅持任何踐踏人權的國家 都不應被選入這個人權理事會 美國說 人權理事會裡面有太多人權侵犯者 美國要求重新設計投票系統 阻止人權侵犯國家進入人權理事會 否則美國將退出該理事會 用自己的方式推進人權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5屆年會正在日內瓦召開 6月6號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 向理事會提出批評 敦促他們進行改革 重新設計投票系統 阻止侵犯人權的國家進入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黑利在日內瓦的一次講話中表示 現任成員中一半以上都達不到 自由之家組織定下的基本的人權標準 人權理事會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 負責在全球範圍內加強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工作 解決侵犯人權的狀況 以及對此提出建議 在選舉理事會成員時 必須考慮候選國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所做的貢獻 黑利說 委內瑞拉 古巴 中國 布隆迪佔據人權理事會的席位 在創建人權理事會的決議文字中 這些席位要求 這些國家維護最高的人權標準 他們顯然沒有維護這些最高標準 黑利表示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已經成為了一個失敗的 充滿政治操控的組織 包括中國在內的那些曾經擔任人權理事會成員的國家 達不到維護人權的標準 這些人權償款它是人權償項最核心的部分 也是考驗一個政府它有沒有嚴肅的人權承諾的一個最關鍵的 最容易判別的一個標準 而恰恰就在這方面 中國政府是做的最惡劣的 我覺得它這樣當然就是堅持了聯合國的人權原則嘛 首先體現了這一點嘛 另外它本身也表明了就是對那種侵犯人權的政府的一種譴責 所以這個行為本身就有很大的意義 據瞭解 黑利擁有川普內閣成員身份 這也是美國內閣級別的官員首次兩項 充滿爭議的人權理事會 原湖北法律教授 美國耶石華大學訪問學者張傑表示 他支持美國或聯合國對違反人權國家的制裁 張傑認為 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也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不可能給人民帶來人權 這是必須要改變的 如果這個前提不改變 談人權確實很難 所以我覺得這是當務之急 當然呢 這個目標的實現就有一些具體的內容 也就是我們要放開黨禁 放開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所以我覺得做到了這幾點 也就是共產黨 你如果真的能夠依法治國 當然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目前人權理事會成員國的選舉程序是 由聯合國大會裡的區域團體進行秘密投票 某個國家獲三分之二以上票數就入選 成員國任期三年 可連任一次 入選後 聯合國不對該國的人權記錄進行審查 黑利說 這樣的選舉規則讓候選國家缺乏競爭 理事會投票形同虛設 她說 理事會成員選舉必須基於各國的人權記錄 而不是口頭承諾 黑利還表示 吳記名投票的規則也必須廢止 她說 必須把那些願意支持人權侵犯者 擔任人權理事會成員的國家公之於眾 現在到了讓世界知道他們是誰的時候了 測試回答